今天废话少说 因为这个礼拜的事很多 尤其5月以后520 520之后呢 我们就完整的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对未来我们该如何做预判 我们先从520的就职演说谈起好了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的内容 在你预期之内吗 我想基本上不感到意外 那不感到意外原因很简单 因为很多人在对赖清德 在2024年520就职演说里面 我想说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 大家都共同认为说 赖清德一定是菜归赖水 因此他会延续的有关于 蔡英文时期的两岸关系的政策跟主张 可是这个盲点在哪里 所以因此很多人就喜欢把2024年的就职演说 拿来跟2016年做比较 那这个比较我觉得说基本上不是很精准的 为什么 因为两个问题发生结构性变化 首先第一个2016年以前 特别是2016年 美中不是目前为止全面性的这样一个抗衡跟对抗 2018年之后才开始的 可是现在美中是一个全面性的抗衡对抗 第二个2016年以前 大陆方面对于蔡英文从来在竞选过程当中 在520就职演说当中 甚至是之前跟之后 都没有做过任何公开点名式的批判 可是对于赖清德来讲话 在过去去年当中 特别是去年的8月19号 还用中台班负责人 而且还点名批判的 从这个角度当中 因此所谓的蔡归赖水 应当讲的是2022年 不是2020年蔡英文的连任演说 以及2021年 那蔡英文在国庆提出的四个坚持 提中第二个坚持是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无力署 所以如果你是拿蔡英文的第二任的 大陆政策两岸主张来看 其实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意外 没什么太大意外 我觉得她的讲的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蔡英文讲过了嘛 对那第二个 只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 赖清德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 把他讲得更加的直白 更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关键点 大家都认得说 这样一个就职演说方面来讲的话 美国一定是知之甚响 那既然美国又知之甚响 那赖清德总统在520就职演说 又讲了这么样的直白 那当然这一点来讲的话 可能会让大家感觉到有点小意外 所以一般的评估都很清楚 记忆那两个原因 520不管赖清德总统就职演说讲什么 我们以前就讲过 绝不可能会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互信 绝不可能会重启两岸谈判协商 不管他520演说讲什么 大陆方面升高文工 升高武贺跟贸易上必要的措施 这时候是必然的 只是升高的力度有多大 取决于他520演说当中的所谓的 对于那些关键的敏感的质疑人 表述了有多清楚 所以严格讲说 一般说来 大陆方面从520之后的 不管是文工 不管是武贺 乃至于5月31号的 宗旨ECFA的早说清单这个部分 都在预期之内 但是采取这么样大的强度 确确实实会让一般人略感到意外的 好 那当然赖兴德在他就职演说里面 如果我们从一个把脉络去掉了之后 他不只是复述了一些蔡英文的讲话 对 在用语上面来讲的 他都是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的这种的对照的方式 那个从听演讲的感觉 就非常不一样 我说就是 他不是只有一句话的附送而已 而是你整段听下的时候 中国台湾中国台台湾的那种的谈话 就是基本上面已经不是互不隶属 而是一边一国的概念 是一个准台独的 一个华独的概念 最少在言语上是一个华独的概念 好 那你如果不会太意外 北京会很意外吗 北京会觉得是美国在纵容 美国明知道赖兴德 要做这种的调子 但是仍然纵容赖兴德吗 我相信北京方面 基本上的对台的高层 也应该不会感到意外 不会感到意外 就是我们上次讲过 基本上他对520演说 就不存有任何期待 也不存有任何的幻想 但是也不希望因为520演说 受到一些不必要的 让北京感觉到说 要采取必要作为的受伤害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 说很多人在有关于520就职演说以前 要谈到什么中华民国宪华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甚至回应有关于习近平跟马前总统 在4月10号当中的中华民族说 我觉得这种讲法都不切实际的 他不可能做的 那第二个那很清楚的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说那很显然 由于在520就职演说以前 美国方面对于赖清德的 这样一个评价 就认为说第一个他是自制的 从他当选之后 第二个他是一个负责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因此以目前的美台关系 就现实上的运作面 不可能赖清德的520就职演说 特别是美方关注的议题 跟中方关注的内容当中 美国方面完全状况外 这第一个 但是可能有两个问题是存在的 因为第一个我们要很清楚 现在老美的 从事于中国研究的人 特别是那些官员们 基本上对汉学 对中国的文字的这样一个使用 不像以前那么强 所以这些老外他们也搞不到清楚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 台湾 中华民国在台湾 那这四个大概有什么基本的差差倍 我觉得老美的那些汉学 就听得懂孤政府或者说说说是汪道涵讲话的那种违言大意的那一代大概都过去了 对 这第一个来讲话 那第二个来讲话很重要的 现在的美中关系当然还是走向一个持续博弈的 那美国方面当然也透过对台湾的支持或者有台挺台某种程度也可以表达部分的什么部分的就算不是自中跟反中 至少某种程度也是抗衡大陆吧 抗中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我相信北京方面之所以选择在523之后才开始动用的虽然都已经准备好要文攻武后 但是523之后强烈的升高这样一个文攻武后的这样一个力道 很显然他初步做出了判断 就这一篇演说 美国基本上是知道的 可是在美国的知道的情况之下 那赖清德总统还这么样的直白赤裸裸的把他给讲出来 如果大陆方面不采取一些进一步必要的作法 第一怎么抚平大陆内部的炸锅的民意 第二怎么样所谓的对台湾内部 比如说民进党方面散发出一个所谓的严厉的警讯 就认为说其实对你在往红线在做不断的挑衅碰撞 第三个我觉得大陆方面最关注的 应该是说美国马上要进入到选举的 那美国现在83%的民意基本上对大陆的印象都是不好的 因此不分民主共和两党 他们在很多的政策上有分歧 但是唯一在抗中反中上基本上差别不大 因此美国会不会基于选票极大化 竞选越来越热当中 不断的对台湾散发出所谓的友台的讯息 这个友台的信息 挺台的讯息 某种程度是隐含着抗中跟反中 所以北京方面之所以采取这么大的作法 我们看不管是文攻也好 武贺也罢 北京第一次明明白白的把他讲 主要是针对台独想做警戒 主要是针对外部势力想要做警告 我认为外部势力美国的角色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重要性 远远比对台独的惩戒警告更加为北京所重视 好当听了520的就职演说之后 大陆不反应是不是不可能了 那这个反应呢 不管他如何去预判美国 是怎么想赖清德这篇的旧职演说的 形式上面来讲赖清德演说的时候 美国的代表团是站在上上面的 对 然后Rosenberg这些人都都是站在上上面的 所以当然会有美国在为赖清德背书的味道 好那但是在必须要采取动作的原因 从我的理解上面来讲 是是整个中国大陆的内部的舆论场的需要 因为合同派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挫败 就合同派看到看到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篇演说之后 你现在就还能够讲讲什么 那个声音啊 明南话讲假嘴 就话都讲不出来 那武统派的气氛呢 就会更更强烈 虽然我们一定可以感觉到 大陆的官方并不喜欢看到太高张的武统派的声音 所以对武统派过去呢 都是采取他们的安抚是打压 可是这种时候的这种武统派的声音 觉得已经没有没有希望了 和平没有希望了 一定要武力解决 因此呢 起码文公武贺呢 要安抚这些声音 这个呢 是可以理解的 好那我们去看文公武贺的细节 这一次的文公武贺 我们文的部分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文的部分 首先在520的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那大陆方面是用国台办花园人 这样一个层级来回应 我想说是完全在预期之内 为什么因为2016年蔡英文当选的时候 大陆是用中台办国台办两办负责人来回应 2016年蔡英文总统在520就职演说 大陆方面也是用中台办国台办两办负责人名 来回应 而且这么高规格的回应 2016年520晚上的新闻30分钟的全国联播 他就足足花了五六分钟 把它念到晚 而且还预告明天521人民日报 在华宝评论有文章 可是你看到等到2020年的时候 当蔡英文总统再度以817万票连任 大陆方面就是用马晓光局长来回应你 2020年的520也是用马晓光来回应你 那今年当然赖清德1月13号当选 大陆方面是用陈兵华局长来回应 当然520我就用陈兵华回应也是很正常的 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大陆方面比较高的是从520之后来讲的话 应该是从523大陆方面在7月7点45分 开始宣布联合立件延期 那当天呢我们看到 新华社就发表评论有文章 对那5月24号人民日报更是发表评论有文章 所以一下子之间本来520来讲的话 大陆方面指是什么最高规格的批判 应该是只有外事系统的王毅 因为王毅当初 王毅很清楚在哈萨克参加的会议 所以你仔细如果我们仔细看说 大陆方面在今年的1月13号台湾大选 跟520之后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最大的特色在哪里 就是今年1月13号开始 我们看到说大陆方面所谓社外系统 就外事系统非常高调密集 而且高层级发表谈话 所以今年的1月13号我们看到说 大陆方面当然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回应 但是外交部当天晚上回应 更重要的第二天 王毅在所埃及立刻发表讲话 王毅跑到中南美洲又发表讲话 但是我们看到从1月13号 到什么时候 国台办主任宋涛才第一次讲话 到2月1号才第一次讲话 今年你可以看到一样的道理 大陆方面的你把人民日报 从521到522到523到今天为止 只要是第四版 因为都是集中在第四版 你看看所有的九折新闻当中 至少超过一半到三分之后 都是外交系统 都外事系统的 而且王毅立刻措辞强烈的高度的批判 所以大陆方面很清清楚楚的 对于什么 对于不管今年的1月13号 还是520 涉外的 甚至是国际社会的 国际组织的 反独处统的规格层级 力度 都比涉台系统来得更加凸显 所以我们看到说 520就职演说之后 王毅当天就发表讲话 那我们看到宋涛什么时候讲话 528 所以从我角度来看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很清清楚楚 北京方面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他侧重的是国际社会承认 第二个 为什么发生这么改变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 虽然赖清德当选的 而且赖清德520演说 表达了 让北京感觉到说 是一个比较赤裸裸的谋独 或者台独的告白 或者台独的自白 但是台湾情况发生变化的 所以赖清德相较于 蔡英文总统过去8年是不一样的 第一 他不是超过50%的得票率 第二他在立法院完全失去的 够半数的优势 就从这个角度当中 北京方面就一代强调 从今年的1月13日到520 哪怕我们说不好 都还是强调什么 都还是强调说 要和平 不要战争 对 要发展 要繁荣 不要衰退 要交流 而不要分离 对 要合作 而不要对抗 这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既然这是台湾多数百分之六十的主流民意 怎么可能会为了打击那百分之四十 他可能是执政者 而让百分之六十人同受其害 所以区隔对待差别待遇 就显然是变得非常重要的诉求的 从这个角度 大陆的网民会炸锅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大陆方面 领导人也看到的 今天这样一个赖清德上台的格局 在国际的格局 虽然美中还是大国博弈 但是在台湾内部的格局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结构性的变化的 因此面对这个结构性变化 当然 目前为止 主要的基调主轴还是明确的 策略做法 是反对台独 防治外部势力 但是不能够把 反台独跟反外部势力 当成是对台政策 目前为止 战略的价值跟主权力 好 因为王毅 王毅经常在第一时间跳到第一线讲话 这在过去 过去有很长时间了 大陆方面来讲 外交部是不太对台湾国有问题讲话的 因为避免他有一种 一种的国与国之间对话的味道 或者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衬了的 就说这些台独的一些的 基本的构思 可是现在王毅 王毅现在经常比宋涛 比国台办站的更前面 再加上王毅的分量 他可不是一般的外长 他是大外长 他是政治局委的副国级 而且他是对台小组的秘书长 他在今天的国际政治里面 作为中国的外长 他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外长 他讲话各个国家 大概都会听得到的 尤其 你刚刚讲他在埃及讲 在中亚讲 在南美洲讲 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当中讲 他难道就不担心说今天呢 他形成一种的国际的氛围 就是真的就把台湾问题给国际化了吗 这不是过去北京极力反对的吗 我想这大概是北京方面 在战略上做出一个最大的凸显 跟特色 就从今年大选后 1月13号到520之后 我想如果我们是用做内容分析的 我大概把它初步分析了一下 涉台跟涉外的这样一个新闻的频率 大概是1比3 就涉台大概不到涉外的三分之一 那大陆方面的做法在哪里 他反而跟我们想法是不一样的 他把国际上利用国际场合 跟自身优势跟大国的场合 把国际上的一个中国原则 跟2758号决一案 跟所谓的反对台独 跟中国统一 这四个通通在做连结 所以你去看看不管是外交部的王毅部长 还是发言人 还是媒体的文章 他们通通在高调的宣称 第一个从国际上宣称 那台湾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大陆方面有会坚定的反毒 第三个会坚定的触筒 所以我们看到说 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以来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 不管是普丁到大陆去访问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还是最近有关于大陆方面跟阿拉伯国家的会议 只要大陆方面 最近的每一份的建交公报 以及主要都谈台湾 对而且包括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他们都强调高度的主张 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第二个坚定的反毒 第三个更重要的 都是坚定的要支持中国的统一 所以他现在是把一中反毒跟触筒 在外交场合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 所以缓和北京方面 如果我们想说有对内 有对外跟有对台的 对外他认为说 他拥有主场的优势 所以更加在国际空间的场合 不断的行锁 对内他已经在福建 开始进行21条的 统一后的这样一个 可能各式各样方案的先行先事 只是在涉台的这个部分 两岸的互动当中 由于政治的氛围 目前为止很难具体有效的启动 所以北京方面更多侧重的是 自身的国际场合的 战略的这样一个主动的优势 以及透过内部的福建 第七的先行先事 那反而在对台 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 他是采取一个 所谓的融合发展为主軸 但是坚决反对防治 外部势力跟台独 好对我也注意到 就是大陆方面的 有关于就是整个的 两岸的论述 他到了一个新阶段 你刚刚讲的一个中国原则 2758号决议 和平统一 这都摆在一个框架里面 而且他最大 他最大特色在哪里 我就做一个所谓出钱的观察者 我自己看到 2022年佩洛西的访台 大陆实行所谓高强度的围台军演 而且还发射导弹 第一次 而且导弹是飞于台湾的上空 没错 那因此很多的国家都认为 由于有所谓的 包括俄乌的问题 如果台海发生 万一不幸发生冲突 它的严重性 对世界安全跟经贸的危害性 会远远到过俄乌冲突 没错 所以因此很多的国家 对于台海 2022年佩洛西访台当中的 台海危机 每一个国家都很关注 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 我们不讲 就不讲美国了好了 就讲日本跟韩国 他们都宣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他们也关心台海的和平稳定 为什么台海的和平稳定 关系到他们用台湾海峡 作为主要进出口贸易的交通运输动脉 可是北京方面有一些人 就把各国对于台海的和平稳定的关注 当成是对一个中国内部事务的挑战跟干预 所以中国大陆从佩洛西访台之后 他做了个策略上很大的改变 他第一次的很清楚的 就把一个中国原则 第一跟他内部的三段论相结合 内部的三段论讲的是 他跟182个国家的建交公报当中 都会提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等等 那第二个把一个内部的一个中国的外交的三段论相结合 第二个国际上他用2758号决议案 用联合国的决议 所以他第一次把一个中国原则2758号决议案 以及把台海的现状界定成 这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现状是一个中国原则 那最后把台海的和平界定成 只有中国统一才有台海的和平 所以大陆方面现在在国际场额很清楚 特别是今年一月份以来 就是把一个中国原则 台海的和平跟中国统一跟2758号决议案 每一个都在画上等号 那这个画上等号就是不给台湾方面 有任何所谓的磨堵的空间 而且把台湾方面希望能够不仅北京能够反毒 还是能够稳步的来触筒来确保和平 所以他在宣传上当然做了很大改变 那这个很大改变就是体现在说外交系统当中 不管是王毅也好 还是你去看看所有的主要的媒体在评论当中 显然大陆是在利用自身的这样一个国际主场的优势 在凸显他的反毒触筒 对就是说这尤其是2024年以来 中国大陆基本上面是个大的开开放年 总体来讲2024年我对中国大陆总体的氛围定调是开放 他的很多领域里面都表现出比过去更开放 甚至片面的开开放 那所有的在国际的这些呢所签署的文件里面 你会发现那文件里面一定会有两个两个基本概念 只摆在很前面 一个是高举联合国宪章 第二个呢是对于呢对于呢两岸问题的处理的 一个中国原则跟反反毒触筒的这个概念 他一定会在所有的这些的文件的最前面 好那联合国宪章的是大大国政治的课题 反反反反毒触筒这些呢是要求各个国家 对于中国统一的未来的承诺 刚讲的联合国里面的182个国家 182个国家呢是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可是呢相对台湾台湾经常的动不动讲联合国宪章 你搞反了那个呢联合国宪章 在这样子的一个目前的国际政治的 现实法理基础上面来讲 是没有任何税税福利的 就对要来讲 没有任何人都会带来的 是因为我们家的国家 是非常重的 这是一个人的东西 看到了 评论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东西